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WTO代表團 日前在瑞士日內瓦住處大廳 舉辦蘭花技術法展 邀請WTO多位高階官員 以及各國駐日內瓦代表參加 現場擺放了超過1000株 色彩繽紛 嬌艷欲滴的各式蘭花 讓人看了心晃神怡 我非常驚訝的顏色 這是一件事這晚的顏色 有很多種顏色的顏色 有很多顏色的顏色 而且我看過多顏色的顏色 這就要顯示 有很多顏色的顏色 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有很多漂亮的顏色 有很多顏色的顏色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 我們都會好 除了欣賞蘭花的美姿 今年駐WTO代表團 還展出于英時 王范森 杜振盛 等五位中研院院士 有關蘭花的書法作品 八十幅書法一字排開 字體各有風格 各國官員稱讚 仿佛置身一場美學盛宴 所以我愛書出來 而且它完美地完成 完美地完成 你會有不同風格 我真的愛這件事 我愛這件事 我愛這件事 是中國人的角色 台灣是唯一社會 在世界上的社會 中國人的角色 是一個簡單的角色 因為它簡單的角色 而是不完整的角色 所以藝術的藝術是控制 所以你能看到這件事 我可以説給你 台湾兰花产销发展协会指出 这次展出的兰花中 包含了在欧盟注册有品种权的兰花 希望能让欧洲有人了解 台湾在兰花智慧财产权方面的成果 活动最后 住处也特别赠送给每位出席者 一份小兰花作为伴手礼